大家好我是林凯阳 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远古时代到底有没有核子弹呢 还是有些什么核爆过吗 好那当然我们知道呢 太阳的磁场呢 每一个时段就会有一个变化 那但是呢圣骁城上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说有看过外星人 包括NASA都曾经有记录过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到底外星人是不是呢 就在人类呢几亿年前 或者几十亿年前就开始呢 渐渐就是跟人类呢 有一些呢沟通上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 什么有麦田圈啦 然后呢有那个ET啦 早期就说都是ET会出现啦 然后现在又有NASA说 确确实实就有很多 奇奇怪怪的这些非人类的人喔 就是会在造访我们的地球 那我们今天要谈探讨的是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苏俄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 大家很怕是什么核爆对不对 核子战争 因为呢永和之中的俄罗斯呢 大家都非常害怕 美国也决定不出兵了 到乌克兰去协助他们 最主要就是怕呢 两国一打起来的话呢 那就不得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远古时代到底有什么呢 来远古核战呢 遇事录泛古起源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接下来 好远古核战呢 轮回文明现代遇事录 那我们来谈一谈呢 近日呢 乌俄战争白热化呢 世界各国对俄罗斯呢 祭出经济制裁 那普丁呢 发言人也称 我们用核武毁灭美国与北约 哇 狂人说狂话了 大家对他的战争 其实呢 现在欧洲国家最反感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都在临近的国家 大家很害怕 万一来个核子大战的话 那就不得了 先毁灭的 一定是跟北约国家有关的 一定是跟欧洲有关的国家 所以大家真的会非常害怕 那为什么拜登迟迟不肯呢 进驻在这个乌克兰里面呢 我想呢 因为他也知道普丁是个狂人 那万一把他惹脑了 好就来个世界大战 那我看就是没完没了了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的核子潜舰呢 可以发射超过500枚的核弹头哦 因为普丁的发言人说了 那这将保证了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 北约国家的毁灭 他说一定会让美国在这个地球消失 哇听起来很惊悚哦 对不对 那现在有这样的核子弹 还有核子的武器 包括你看哦 北韩经常 他也是经常在设飞弹 这些飞弹都是跟核子弹有关系 所以呢 我一直在强调大家 那农历的一月份已经要过了 今天最后一天 明天开始农历二月份 我会在之前呢 节目中常常告诉大家 二月份就会有什么呢 酸雨 然后呢 有毒的气体呢 有毒的雨会从天上而降 为什么 鬼水 鬼水就是有毒的雨 好 接下来包括海洋都会有毒哦 因为呢 从天上下下来的雨 一定一旦有毒 因为要蒸汽嘛 蒸汽上去以后呢 天气一热起来 那水蒸汽往上 然后再下雨下来 就会变成有毒的雨 跟有毒的海水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呢 世界呢 拒绝俄罗斯参与 那我们又为什么需要世界呢 这个就是他的想法 好 俄罗斯的空射核武器呢 可利用世界上最快的战略轰炸机投放 这真的很狂傲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对乌克兰进行全面入侵前呢 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就成重申 俄罗斯拥有核武 他已经糟糕天下 我就是拥有核武 最多的国家 好 更在开战日呢 当天的演说中警告呢 其他国家如果介入 将会造成事无前例的后果 意思是说 他开动核子战争了 好 那俄罗斯并称呢 如果美国打算介入 将会使美国在地球上移除 真的有够狂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普丁下令呢 普丁下令呢 核武力量进入警戒 美欧回应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那引发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浪潮 现在呢 其实西方国家已经开始 大量的在对乌克兰伸出援手 包括给军事设备啦 弹子弹啦 粮草啦 就粮食啦 那包括我们台湾也都给了医疗了 给了一些医疗设备跟器材之类的 好 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 引发西方国家对其莫斯科的制裁浪潮 以后呢 到底会发生什么 俄罗斯总统呢 弗拉米 基米尔呢 这个普京称这些制裁呢 非法 他说这些制裁是非法的 就说大家对他的制裁是非法的 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你觉得制裁非法吗 是不是国际有什么公约呢 那我就不知道国际有什么公约说 不能够制裁其他的入侵的国家 不过以前在中东 在打仗的时候呢 到底有没有制裁这些中东的国家呢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制裁 那这个这次的经济制裁就是说 包括呢所有的货币 比如说美元啊 欧元啊 英镑啊 日元啊 就不让他使用 那包括呢出口进口 他们就开始制裁了 这些制裁就是跟货帽战一样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他说这些是非法的 那并下令呢 让俄罗斯的核武呢 核武器等威慑力量进入呢 高度警戒状态 好那古印度呢 史诗里面呢 摩河波罗多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发生于5000年前的疑似核战争 5000年前 这个是疑似啦 我们没有说他一定是核战争 那一场发生在5000年前的核战争呢 史前文明的记录里面呢 印度被誉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其优走的历史不雅于中国 对 其实我们 我之前有讲过三大古文明 就是罗马帝国 还有印度 以及呢 中国 这三大文明 这三大文明呢 主宰了世界的一切 主宰了世界人类的一切 好那 所以我们那时候呢 对那个罗马帝国 非常有感 包括印度 印度我们对他也非常有感觉 中国就不用讲了 中国就超过6000年的历史啦 所以呢 古印度的话 以及呢 现在的罗马帝国也是一样 好那有一部著名的印度史诗呢 就是摩托波罗多呢 那写成呢 于公元前1500年 距今约有3500多年 那距今因为现在2200年嘛 加上1500吧 3500多年了 据说呢书中记载的史实呢 比成书时间早了2000年 也就是说书中的事情发生在 距今大概5000年前 这本书到底记载的到底是什么时间呢 好像也无从可靠 不过呢 最少最少都3500年以上 如果以这样子来推算的话 那比较久远的话大概是5000年 此书记载呢 班渡和聚如两族争夺王位的故事 书中记载的两次奇怪的战争 第一次战争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书中说到呢 英勇的阿特瓦坦 稳坐在一个飞行器上 发射了一种类似飞弹的武器 吓死人呢 3500年前5000年前 就有这样飞弹呢 好在飞弹到达之后呢 一个浓厚的阴影呢 迅速在这个潘达瓦上空形成 上空黑了下来 就是它飞到的地方 整个太空是黑 天空是黑的 那如果天空是黑的话 是不是代表说 当时就有一些呢 跟这个气体有关的 这个炸弹之类的东西 就像核子弹一样的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有个概念 有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不要说我道清楚 我敢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第一个我们看金字塔造了多少久 多久的时间 几千年了 金字塔造了几千年 它怎么样造成的呢 那时候的建筑工法 比现在还厉害呢 想想看一个金字塔 可以屹立不咬几千年 那你就可想而知 那还有呢 包括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地区 他们所造的房子 罗马 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罗马竞技场呢 也是都是上千年的历史 对不对 好都几千年的历史 你想想看哦 几千年而不毁坏 包括地震 包括飓风 包括什么洪水 这些都 还有包括战争 都没有毁坏 这些房子的话 也代表当时的建筑呢 是非常厉害的 你觉得建筑这么厉害的时候呢 包括亚马神殿 我们来看看亚马的预言里面 也曾经讲过 他说 当时发生的事情 就是他们用观天象的方式 所以亚马的金字塔呢 是四个面 左右南北 东西南北 总共四个面 上面呢 是一层 他总共有几层 加上去四层是364 最后一层是365 他们用这样算历法 所以你觉得呢 当时是不是 也有可能有核子丹呢 有可能吧 这些工法这么厉害 想想看哦 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计算呢 亚马的历法是非常厉害的 他们在观天象 比如说北斗七星 南斗七星 然后观天象的时候呢 他知道说这个人马做 射手做什么 什么做 他们就开始分析了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罗马的建筑 看到呢 当时的建筑 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这些金字塔的形成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说那么巨大的石块 能够形成金字塔 而几千年屹立不遥 现在的建筑有办法这样吗 看起来是没有哦 我们现在建筑呢 动不动就被摧毁了 对不对 来个炸弹 大地震就摧毁了 是不是 那你看人家的建筑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它 有没有可能制造出更厉害的东西 还有早期的战争 我们来先讲一下 中国内 这个七国 分裂成七个国家的时候呢 记得吧 那个战争 他们拿着兵容相建的东西 还有那些大炮 想想看 还有罗马大帝在打仗的时候 他们所用的东西 真厉害啊 所以你不是几千年前 你看人类多厉害啊 并不是现在才会制造核子弹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似乎在空中摇曳 他说飞弹到达之后呢 一个浓厚的阴影呢 迅速在潘达瓦上空形成 上空黑了下来以后呢 太阳似乎在空中摇曳 发出的灼热死动物烧壁变形 河水沸腾鱼虾全部烫死 所有的海里面的鱼虾 河里面的鱼虾全部烫死 那接下来第二次战争的描写 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古尔卡乘着一个飞行器 向三个城市发射了一枚飞弹 在三个城市一次发一枚飞弹 好 瞬间犹如万般太阳在空中闪耀 就是那种核爆的感觉 你知道核爆的感觉大家知道 因为很多国家在四射飞弹 然后四射核子飞弹以外呢 那个核爆的感觉整个呢 看起来就像太阳的闪眼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呢 烟火滚身至天空 尸体被燃的呢 无法辨认就全部都消失 可能连骨头都没了 灰灰烟密 好 所以呢飞翔的鸟类呢 被高温灼焦 就是烤焦了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好 那这个效果真太令人惊悚了 那人们读到这里呢 会想到什么武器 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呢 现今武器中 也只有核武器能达到这种效果 这不是拍电影啊 这是真实的情况 因为他史书里面的记载就是这样子 好那没说我讲故事吗 看起来也是像故事 对不对 那你们继续听下去 好吧 这些故事还蛮令人呢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地方太多了 好 接下来 但一颗原子弹呢 直到1945年呢 才被美国研制成呢 成功 早在5000年前的印度 怎么可能研制出原子弹呢 好 但许多人提出质疑 摩河波罗多呢 对这次战争描绘的太过详细了 犹如森林奇境一般 好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呢 好像事实摆在眼前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好像打过二次世界大战 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不对 好 打过这些战争以后呢 他所形成的一些状况 就记载在这史诗里面 好 单凭的想象很难描绘出这样的故事 无巧不成书 1922年的发现更加肯定了人们的质疑 好 那1922年呢 一个关于古代城市的考古大发现呢 震惊的世界 这就是印度信德地区的 马亨佐达摩 不是我们讲的那个达摩 不是达摩祖师 从19世纪开始 人们在印度河畔发现了一个长1600千米 南北1400千米的巨大印度遗址 好印度有遗址 然后呢 罗马也有遗址 对不对 好 中国古代有很多的遗址 好 那我们这从三大的这个历史来推演的话 都是超过6000年的历史 中国罗马大帝 罗马帝国以及印度都一样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超过6000年 大家都应该还蛮有感的嘛 因为呢 那时候他们三个 这三个呢 主宰了所有的人类的一个生活形态 好 那马亨佐呢 达摩 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里呢 人们发现了大量的骨骸 有的在街道上 更多的是在居室里面 全部都在居室里面 来看到没有 好 这是1922年的时候呢 好 关于古城市 古代城市的 考古大发现证经的世界 看到没有 看到了没有 好 所有的都是骨骸哦 那这些骨骸是怎么来的呢 战争来的吧 绝对不是天灾来的 好 人们在印度河发现了一个 长1600千米 南北1400千米 的巨大印度遗址 看到没有 就像我们在 西安 中国的西安 我曾经去过西安去过六次 看过那些 那个断臂残垣的那个 有没有 那个什么兵马俑 对不对 那大家都可以进去参观 还可以看到华清池 我还到华清池去洗了个温泉 去当贵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马左亨呢 达摩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里人们发现了大量的骨骸 有的在街道上 更多的是在居室里面 看到没有 他的建筑就是像这样子 跟这个呢 这个建筑呢 其实跟中国的西安的建筑有点雷同 就是他里面呢 就是一格一格一格 然后呢 放满了那些什么兵马俑 你知道兵马俑怎么形成 我们以后再来做节目 跟大家讲解一下 好 所以呢 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突然状况下死去的 那人们在马亨佐呢 达摩的许多建筑物上发现呢 均有加温加热的痕迹 意思是说 你看 这个是沙拉撒梦 等一下 这个都是有加热加温的痕迹 就等于有烤焦的一个痕迹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页 好 看到没有 好 无独有偶在土耳其呢 隔亨利摸谷地的境内呢 人们也发现了和月球表面 极其相似的地表 看到没有 沙拉沙漠废墟 然后呢 蒙古的戈壁 蒙古的戈壁呢 以前呢 就前两年 前三年 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 硕士班的同学都去 这个蒙古的戈壁 他们去 他们就是去蒙古的戈壁 他们去做一个建筑 结果大家都累的半死回来 那土耳其的呢 隔亨利摸谷地呢 也是一样 你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些东西 这些建筑的存在 还有人的死亡 大批的人类的死亡 骨骸的遗址里面呢 都看到很多 并不是说 它是一下子 一下子而已 那一下子而已的话呢 是不是以前就有核子弹呢 有可能哦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 所以呢 他们在说 这个有加热的痕迹以外呢 一切证据都在说明这里呢 曾发生过类似的核爆炸的事件 无独有偶呢 在土耳其呢 这个隔亨利摸谷呢 这个地境内呢 利摸谷的地的境内呢 人们发现了和月球表面 极其相似的地表 好 那就烧焦的地表 在蒙古的戈壁和沙拉沙漠里 都发现了类似的废墟 那科学家还在世界上 许多地方发现了修建的地下城市 似乎是用来避难用的 你说洪水猛兽 它不会修建地下室 对不对 好 为什么呢 以前呢 大家先想一下 二次大战发现 以后呢 还是很多人修地下室的原因 在哪里 第一个当然除了怕战争以外呢 但是修地下室 比较可悲的事情是什么 万一来个大洪水 是不是你放在地下室 东西全部就湮灭了 但是呢 包括美国也一样 包括所有的欧洲的国家 尤其欧洲国家更多 你知道英国的古城堡 你没有去过英国吗 你可以去参观英国的古城堡 里面全部地下室是多深啊 根本的深不见底耶 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就像我们以前早期呢 中国挖井一样 然后井下去呢 它里面有地堡 不是台北的地堡 就是有往地下室走的 然后它的门呢 有没有那个石头的门怎么样打开呢 好像魔法一样 大家不觉得很惊悚吗 然后在山区里面也有很长的隧道 那个长隧道里面呢 也是很多人 那时候避难去用的地方 就是像我们讲的那个防控洞一样 防控豪一样 好 接下来为什么要这些地方来避难呢 那在森林里面 难道他们就不怕洪水跟猛兽 他不怕野兽跟猛兽吗 当然也怕啊 对不对 那人类为什么要建这些东西呢 来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定是有什么让他们比觉得 这些猛兽更厉害的东西出现嘛 打仗 战争 那战争不是拿个弓箭就算了呢 你看到没有 以前打仗的时候还是有大炮 那难道那些大炮怎么制成的呢 没有核子弹吗 有可能 好 科学家还在世界许多地方 发现了修建的地下城市以外呢 似乎都用来避难 那什么灾难让他们躲到地下不可呢 此前文明是否经历过核战争而毁灭呢 一切的疑问都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好 看到了没有 很多的国家呢 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此前文明呢 你看到没有 这个都是你看到人古喔 这是他们在1922年发现的 古城市的考古当发现震惊的事件 然后这就是印度呢 信德地区的马亨祖达摩 从19世纪开始 人们在印度河畔发现了一个 这么巨大的印度遗址 看到没有 所以呢 其实呢 人类呢 早期的时候呢 也可能有核战争 只是呢 他的历史的文字记载呢 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详尽 现在大家很方便呢 你知道近代史的话 大家查一下就查得到了 好 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呢 也希望大家呢 对这个以前的古文明呢 更了解一点 然后呢 也知道说古文明里面 可能呢 有我们不知道的 这种核子战争 谢谢大家 好 希望呢 这些故事是真的 当然我希望是真的 因为呢 看到这样惊悚的画面 可能就是真的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 分享 开启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祝福你们 希望战战赶快落幕 阿弥陀佛